当我们启动音速的时候 首先让它自自然然 自自在在 不一定要去配合呼吸 但是当呼吸逐渐进入深 逐渐进入细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呼吸已经逐渐与音速互相融合 而这个相融的过程 是需要我们认真地下功夫 才能体验得到的 第一阶段 你先任由它自由自在 进入第二阶段时 就会发觉原来呼吸与音速 并不是各自独立的 到了第三个阶段 就会体验到呼吸与音速 是多么完美的相应与连接 到了这里 就是韵的功夫 缠的初体验 所以一开始我们很自然地 然后会发觉 音速跟呼吸都在悄悄地改变 并逐渐地在相互调和 反之 反之 你会发觉 怎么音速跟呼吸 会有一点冲突 有一点不协调 当察觉到它不协调的时候 其实是好事 你就在这个时候 让它去协调 打坐学禅 本就一定会有一些疑问 一些小冲突 才能促成未来的开悟 与解脱 如果你从来察觉不到 音速跟呼吸 有时会冲突 也许是 你还没有深入这个法门 当你察觉到 音速跟呼吸间 会有点小尴尬的时候 其实你是在进步中了 这个时候 你就要开始调和 让它相应连接到融合 如是就能提升你在 音速预念的境界 欲 是在第三阶段 调和了欲 才会生发 也就是说 当我们的音速 当我们的音速 从跟呼吸不相干 到跟呼吸产生小尴尬 再到融合呼吸 成为一体的时候 欲 就生发了 此时 禅就能进入运的境界 依此类推 属习观 念佛 回观返照 细念海潮音 也都可以达到运的境界 所以 当我们一直都没有 找到那个尴尬点 总感觉很顺的时候 其实都还是在出阶 但当你找到那个小尴尬点时 就已经进入第二阶段了 通过这个小尴尬点 来把它融合 调和 连结相应 即是缠得出体验 这个体验 就会生发一种 很优美的韵律 从优美的韵律 逐渐契入 君与云的境界层次 就能体悟到 见性之美 就能感受到 禅的生机与妙趣 从运 到君 到云 是我们进入禅的 出体验的打坐功夫 出体验 就是要通过 运 君 云 像陶宫的转轮一样 先有美好的韵律 再用大雨 制水的功夫 去平均分配水的流量 然后再进入 整个的周片寒容 让它分布得很均匀 这是禅的出体验 进阶的次第 这个进阶的次第 关系到 你出阶的基本功夫 有没有练成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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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